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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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連麵1 等一下 嘿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 很久沒有開的一個系列 就是超商 而且呢 我們今天為什麼選超商 就是因為最近真的是 太熱了 太熱啊 我跟大家說 我一踏出家嘛 我甚至什麼事都還沒開來做 我就全身都爆汗了 而且很多上班族呢 上班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天氣非常的熱 所以也會選擇涼麵做午餐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要來開箱超商10款涼麵 特殊品項 嘿 沒有錯 就是這10款 然後因為我很久很久 很有一個小女孩啊 我很久以前呢 其實有開箱過超商的涼麵 所以我這一次呢 都買比較特殊的品項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味道究竟是如何吧 Go 唉 怎麼辦 這麼多品項 我不知道要先吃哪一個 先吃不辣的 先吃味道比較單純的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上一次拍超商涼麵 也就是不這樣把它堆起來 嘿 這樣子 首先第一款是這個 和風中華冷麵 它的售價是89塊 這一個呢是7的 不過首先我覺得它賣相看起來 真的是滿好的 欸 那大家會看重量 因為其實老實說我是不看重量的耶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都偏輕 所以 大家會看重量嗎 好 打開之後它有雞絲火腿小黃瓜海帶 然後糖心蛋跟蛋絲 把它拿起來 先把醬汁倒下去 哇 它這個和風醬汁真的很和風 我剛剛以為是會有帶麻醬底的 好像是純醬油 滿喜歡吃涼麵的人 它的完成品是長這樣 不好意思啦 我的外甥倒 熱的 首先我覺得它第一點很棒的點是 它沒有結尾球 非常的好辣 然後我覺得它攪拌之後的賣相其實滿好的 因為它其實條狀的配料其實滿多的 所以你攪拌完之後顏色其實看起來滿繽紛的 我覺得很有那種夏日的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醬油裡面還有再加醋 所以它吃起來其實有點鹹鹹酸酸的 然後我覺得吃起來其實滿清爽的 麵條也滿滑順 但我覺得麵條對我個人的喜好度來說 我覺得有一點點偏軟 對我的第一個直覺就是酸 後面才會有那個醬油的鹹香 所以對我來說酸度有點高 可是如果你本身就喜歡吃酸味的話 蠻適合吃吃看它的 欸 這如果是我買啊 不會加它的醬料 我會自己加醬油跟香油 糖心蛋 有一口成現在覺得那個酸油比較中和一點 吃完了 這一款對我來說我覺得它配料都還滿好吃的 而且沒有什麼冰箱味 然後因為它是涼麵嘛 所以我覺得它溫度也對 麵條的話我覺得還滿滑順 而且它那個粗細度其實扒醬汁 扒得剛剛好 只是有點偏軟對我個人來說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醬汁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偏酸 所以如果你比較喜歡偏酸一點點的涼麵的話 你就可以吃吃看這一塊 嘿 對 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就來吃全家的豚筋拉麵 日式胡麻雞絲涼麵 售價是85塊 醬料包 然後是胡麻醬 有雞絲 蔥跟筍片 還有蛋絲 等一下 蛋絲跟麵條合在一起 我剛剛甚至沒有發現它 喔 這麵條也是非常好拉開的那一種 鬆鬆的 大家有發現我今天也是穿在這樣 夏日的一個顏色 我今天看起來整個人非常的花椒 或者就是你夏日的那一朵花 我們來吃吃看它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嗯 好吃耶 嗯 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它吃起來有點像日式的那個沾麵 然後它的胡麻醬的香氣我覺得 不會濃到你會覺得很厚重 但是它的味道其實非常的夠勁 然後吃起來就是很像那種日式沾麵很刷水 嗯 吃完了這個我會回購 我覺得它入口的胡麻醬的濃鹹度剛剛好 還帶有一點點那種柚子的香氣 吃起來的層次感其實還滿夠的 而且本來以為胡麻醬會很厚重 但是它不會我覺得滿剛好的 醬汁的濃稠度跟麵條巴住的那個感覺也是剛剛好 麵條其實沒有偏Q但也沒有偏軟 這款會回購 下一款 這一個呢是天樹地酥日式豆皮蕎麥風味冷麵 它是蔬食的 然後不含五辛蛋奶 大家如果吃素的人就可以吃這一款 它的價格是65塊 喔 這款很便宜耶 但我本身其實滿喜歡吃Seven的蕎麥麵 Seven的蕎麥麵也有一個款 就是很常青的那個品項啊 裡面也是有一個三椒的 喔 那個我宣時期超愛 超愛吃它 打開之後是長這樣 它有豆皮 醬料包跟三葵醬 這樣兩包醬 小黃瓜 蘿蔔 海帶 豆皮醬 這兩面真的是不管怎麼樣一定會不會去 它上面還有放這個西味粉 OK 這個醬汁是青的醬汁 我們先把它倒上去 我其實滿推薦大家如果吃那個涼麵啊 你本身是不耐鹹的話 你在倒的時候我覺得你可以分兩次倒 然後芥末因為個人很愛 所以我就是給它全加下去就對了 最喜歡的就是它那一款蕎麵麵的那個芥末 吃一吃之後被頭皮孔多漂亮 我們來攪它 看起來是不是挺不錯的 嗯 這醬汁很臉 我覺得它豆皮滿好吃的 是那種甜的 甘甘的那種 吃完了以西門的蕎麥麵來說 我比較喜歡它的原味的 因為這款是蔬食的嘛 所以它的醬汁 比較不是我喜歡的那種類型 但因為我覺得滿貼心 就是涼麵還有出素食的品項 所以如果吃素的人有興趣還是可以試試看 我個人比較喜歡它的豆皮 其他就是 我比較喜歡原本的 好 下一款 接下來三款都是冷義大利麵 這一款是全家的Uno pasta 番茄起司鮮蝦冷義大利麵 售價是85塊 打開之後賣相是攘醬汁 它就是有醬 這應該是起司醬 蝦子 然後跟紅醬 好吃耶 它雖然重量很輕 可是它包為什麼看起來還很貴 我來攪拌一下它 這個感覺是我會喜歡的類型耶 因為我喜歡那種奶奶類的東西 越奶越愛 OK 看起來相當的好吃 然後它的蝦子 它吃起來有點酸中帶奶的感覺 然後它那個酸其實是比較沒那麼酸的紅醬 因為它裡面還加著那個奶油跟起司 我覺得吃起來其實還滿爽脆的 我個人其實最喜歡的是它的麵條 因為是義大利麵 所以它咬起來其實有一定的那個脆度Q度 所以它不是那種一咬之後就爛掉 它口感其實還滿不錯的 然後因為它是細麵 你看它夾起來醬汁就會沾很多 我是感覺熱的吃也可以耶 有人把它拿下去炒過嗎 因為義大利麵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吃熱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因為不錯 所以我會先想拿來找 好 吃完了 吃一款的話我覺得我會看心情回購耶 因為我覺得它整理口味上還不錯 然後飽和度因為很高 所以它量不多 我覺得吃起來不會膩口 就差不多你覺得剛剛好快膩的時候 我就吃完了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下一款 接下來呢 Seven這款是日式淡淡冷烏龍麵 售價是89塊 喔 一樣也是89 它這個打開之後呢 有雞絲 蘿蔔 豆芽菜 小黃瓜 然後一樣有一個隔層 但我覺得現在的超商涼麵進步很多耶 還記得以前剛開始有超商的時候 就是涼麵都還是滿容易 就是結成一球不是很好拉開 大家有經歷過以前涼麵不好拉開的時期嗎 我們把這個豆芽菜 對紅蘿蔔 它雞絲的量給得滿多的耶 現在真的是 咕嚕剛剛在講說 你應該要感嘗它的口味很多 我就吞有重點 因為超商就是和食樂餅 現在去超商有好多選擇可以 好老喔 它這個看起來肥肥的好可愛喔 真的烏龍麵體 就是比較大根 比較大管 我有點難形容它的感覺 因為它是胡麻醬加那個蛋蛋 蛋蛋蛋蛋 就是加那個辣醬的味道 我本來想像它如果焦香再出來一點 應該會更棒 可是因為它是日式口味的 所以感覺又覺得它這個口味道上 算是合理 然後它的烏龍麵條是屬於 偏軟的那種烏龍麵條 我可能還會再灑一點焦麻醬這樣子 吃完了這一款日式蛋蛋烏龍麵 我覺得就是大家印象中的蛋蛋麵的味道 辣度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的高 整體而言我覺得是比較偏重口味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重口味又想要吃涼涼的東西的話 或許你可以考慮看看這一款 然後依我個人口味來說 我可能會希望它多一點焦麻的味道 好 下一款 接下來這一款呢 一樣也是Uno pasta系列 檸檬橄欖油冷義大利麵 售價是85塊 它的這個醬感覺是那種青草類型的 它有橄欖雞絲小黃瓜 然後這裡還有紅椒 然後跟這個應該是它的油醋了 橄欖油醋 把它擋好 拋起來 大家有發現它這個Uno pasta系列醬都超級多 因為有時候吃兩面會覺得醬不夠 但它沒有 它的醬就是炸多到一個不行的那一種 哇 這個口味非常的重 入口那個檸檬覺得有點帶香 然後我在想 它那個油醋跟整個那種義大利麵 義式香料的味道會沖到很別的鼻口 我先講喔 這一款的味道它層次感還蠻重 它有檸檬的味道 它有點巴薩米克醋 就是我自己還蠻喜歡的那個香味 可是因為它入口的時候它其實 味道過於豐富 所以你就會覺得入口的時候 你整個這一塊 全部都是各種味道 義式香料的味道 然後檸檬的味道 橄欖油的味道 我覺得可以理解它味道為什麼會做這麼重 是因為夏天就是太熱會沒什麼味口 所以口味搶一點會比較爽脆 只是我個人就覺得好滿 但我個人其實是喜歡青草類型的人耶 不知道大家吃這一款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它是那種入口 你會覺得還不錯耶 然後後面才會覺得很滿 吃完了這一款 這一款我覺得一定非常的看個人 因為呢 我第一口下去其實還蠻喜歡 因為它蒜感很重 身體而言這一款 受歡迎的程度蠻高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因為夏天如果你沒有什麼胃口的話 需要口味重一點 強一點就可以試試看它 好 下一款Seven也是義大利麵系列了 終於 這個是羅勒嫩雞冷義大利麵 它的售價是89塊 哇 這看起來很豐富耶 因為它還有舒肥的雞胸肉片 打開中市場 這樣子 看起來賣相滿好的耶 它這有香菇洋蔥炒過的 然後這裡有雞胸肉 然後還有花椰菜跟這裡有個 應該是起司塊 乳酪塊 最後再把這個青醬給它倒上去 好 我來攪拌它 大家喜歡青醬白醬還是紅醬 欸 奇怪我們是在開料麵嗎 怎麼摸摸 因為太多冷義大利麵了 開到最後就覺得好像是吃義大利麵 我覺得我今天拍剛剛好 這時間剛剛好 也很熱 有這個肉 我覺得它羅勒香味還滿夠的 然後它吃起來就是正常大家印象中 羅勒的那種青醬的那種味道 然後香氣也還滿剛好的 不過它麵條吃起來稍微沒有到爛 再硬一點點會更好 我覺得它旁邊放炒菇還滿加分的 羅勒的味道很容易會覺得膩口 菇的味道剛好出來 剛好換一個口味的感覺 然後花椰菜湯倒吧 把它掃乾淨 吃完了 我覺得這款完全是大家想像得到的味道 然後它的雞胸肉吃起來就是超商的 那種不會撥便當雞胸肉的那個味道 好 我們最後一款全家的義大利麵 接下來是Wonna Pasta 明太子鮭魚冷義大利麵 售價是85塊 打開 打開就是明太子 然後鮭魚 花椰菜 洋蔥 明太子加那種奶奶的醬 我覺得每個時間點吃的那種感覺都不一樣 而且今天又有幾款的涼麵 我之前是晚上有吃過 但我覺得跟白天吃的那個感覺又很 這款的醬本來就是沒有到 讓你覺得非常的海量巨量的感覺 來吃吃看它的味道 喇太多麵了 我的手已經痠了 我跟大家說 它的醬是好吃的 因為有明太子的香味 又有那種鮭魚的那種鮮味 再帶一點奶奶的醬混合在一起 奶中帶鮮 然後鹹甜度也非常的剛好 現在它的麵條我覺得這款還滿好吃的 但是我發現這系列我抓到它的重點了 大家請醬一開始到七層就好了 我現在剛下去我覺得這個味道不錯 然後我已經開始想像得到我等一下二三口 可能會有點膩的 如果你口味偏重就可以全倒了 吃完了這一款明太子鮭魚冷液拉麵 我覺得整體味道上還不錯 但口味上度我來說 我覺得吃兩三口之後就差不多開始有點膩感 因為它整體的完成度跟飽度其實很高 鮮味也非常的夠 可是就是因為細麵的關係可以扒非常多的醬 然後又是冷麵 你那種擠動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開始會有點膩口的感覺 我覺得我應該是倒一半的醬 剩下一半就是會另外準備一個法國麵包切片 然後直接沾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最完美的一個狀態 這系列其實非常的受歡迎 所以就是成熟我個人的口味 因為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大家就有興趣就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好 下一款 好 接下來Seven的最後一款是 副錦素台菜香檳口水雞冷麵 售價是89塊 熱量是445大哈 打開就是長這樣一整個雞肉跟小黃瓜 好 我們先把醬汁倒下去 接下來是把它的這個雞肉給它放上來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拉它 喔 這個算是少數麵條比較成塊的一個 這一次也還滿好拉開的 OK 我們來吃吃看 手痠的 嘗一下 它的雞肉 我覺得它是非常夠味的那種口水雞的醬料 跟涼麵搭在一起 然後對我個人來說我比較喜歡香辣 但不要那麼刺 好 吃完了副錦素台菜香檳的口水雞冷麵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對我來說有點過重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真的滿重口味的人 可以試試看 辣的感覺是比較尾端然後偏刺的那一種 吃少辣的人會覺得到最後是有點 就是辣到 喔唷 沒膽子 所以呢我覺得如果對於辣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最後一款呢全家香蔥雞涼拌麵 售價是69元 這一款其實我有吃過 不過它算是比較新的一個基本款 比較新嗎 去年應該就出了 打開之後呢它就是有雞絲 蔥跟醬料包 醬料包下面還有一個油包 然後大家有發現嗎 然後它麵條是這一種蝴蝶麵的這種形式 接下來先把醬汁給倒下去 我來拌拌它 這個有點意外耶 大家有發現因為它剛剛就是目測起來會結成一球 可是它其實喇下去之後就散開了耶 我覺得它雞絲給的算很實戰 因為這一整顆全部都是 喇的時候要直接把它喇散開 怎麼這麼大一坨 哇 最後一夾了 我的手真的要斷了 最大的困擾是 我的手真的很酸 一直拌 一直拌 然後就等一下 還滿好吃的耶 它的醬油的味道鹹度剛剛好 焦碼的味道鹹香度也剛剛好 就兩個味道沒有互搶 互相提香的還滿剛好 真的滿好吃的耶 我跟各位說 我喜歡那一種軟中帶Q的 我其實不喜歡吃太Q的麵 所以我對於它是蝴蝶麵 我本來有點小緊張 但是我覺得它的口感不至於到太Q 就是有Q度 然後滑順 吃完了這個香蔥雞涼麵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款還不錯耶 我覺得是我會回購的評價 因為它才69塊 然後它的鹹度跟它的辣度 是我比較可以接受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而言的完成度其實滿高的 OK 吃完了 終於我看 拉麵老到手痠 這一次呢 超商涼麵的開箱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比較想要吃哪一個品項呢 我覺得整體感覺 7VEN的分量比較多 然後全家的話是 口味上變化比較多 兩個剛好有點不太一樣 但其實它各自都有它自己的擁護者 所以純粹以我個人的口味開箱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特別喜歡的口味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然後嚴嚴夏日大家就出門真的是要多喝水要小心不要中暑好不好 今天呢開箱就到這兒 大家如果有其他推薦呢 涼麵不限定一定是超商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兒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就先這樣 掰掰 希望大家天天自己自身都帶冷氣不要被熱到 像有些人拍影片不是會就是一起吃然後討論說那個感想嗎 可是姑姑通常吃完就說我覺得還好很正常 沒什麼感覺 我就 沒有人可以討論的寂寞的開箱